就像離開好嗎 爸在氣頭上 這個時候跟他說什麼 都沒有用 走吧 來 來 對不起 看羅教授去抗震的事情 應該要早點告訴你 而不是在剛才的情況下 才讓你知道 為什麼之前告訴我 怕我說 不要說了 一句話 馬上把功給吃了 你看爸說話的樣子 害我想起 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平圖作業 你是做學長的 竟然和教授 辯論將近快兩個小時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樣子 還挺帥的 太耍帥的下場 就是害我那一刻被死當 只好掩蔽一點 你知道嗎 大家盡量是什麼 就是你明明是一個理智的人 你怎麼會和教授剛起來 可能是那個老師 他還擺權威了吧 就是一副全世界 他說了算的樣子 讓我想起我爸 我就控制不住 要不要挑戰 就這個原因 害自己圓避了 值得嗎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能夠跟你在學校多待一年 我覺得非常值得 謝謝你 剛剛幫我說話 這是一個老公應該做的事 我去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3-5分钟 好 親愛的 今天是出差的第一天 我跟妳一起住在旅館裡 我們有多久沒有這樣了 我應該要很開心的 對 我要開心 我拼命這樣跟自己說 為什麼出差之後 熱記都沒寫了 我希望妳以後不要再寫熱記 為什麼 心裡有什麼話想說 妳以後可以直接跟我說 我們是夫妻 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分享 不要只放在心上 好 不用再寫 吃 把來說 你是誰 在心上 要抱歹 我 當然 好 老婆 早 早 老婆 昨晚我想了很久 我決定要好好改變一下自己 以後 以後我會多聽妳的想法 多了解妳的感受 因為妳在我心裡 永遠是第一 也是唯一 那我在妳心裡面 也是不是 永遠是第一 是唯一 當然 從今天開始 我們把過去不愉快的 通通忘掉 重新開始 對了 妳真的不想養隻狗嗎 不需要 狗狗那麼會掉毛 妳一定會受不了 而且既然妳說要重新開始 我想 我們應該計劃生個嬰兒了 這是我聽到最開心的話 我請換衣服 等我吃早餐 好 少文 之前買的牛肉都沒有吃 不如快晚口味吃牛肉粥好不好 幫我準備咖啡 進一份漂亮的蛋 我還是最喜歡這樣 魚肉粥 太陽 超寒烈的 冰箱 你知道吃牛肉粥的 最大 最小的 雞腿